我是韩老师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谈 2021到2022年这个申请季 很多的学校都提出呢 要使用Test Optional 就是说可以提交ACT或者ACT的成绩 那么同时也可以不提交 Test Optional也给申请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同时UC也提出了 这个ACT考试不再作为申请的一个考量 这个称为是Test Blind Test Optional情况下到底要不要考ACT 学生呢就是开始纠结了 这个Test Optional我还要不要ACT呢 如果考的好那我就提交 如果考的不是那么好 我还需不需要教呢 那么我们的想法是呢 ACT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分数 用于横向比较你和这个其他学生的学术的水准 我们的在设定大学申请的名单 以及呢大学申请的这样学校的要求 这上面来说的话呢 如果你有ACT的分数 起码给你自己或者也给你的老师 或者是家长 他们在为你选择确定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佐证 同时呢 因为这个Test Optional 使得有些大学 它在录取的时候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当然如果你有成绩 他们就可以比照你的成绩和之前的 50%中间值的这个学生来进行比较 那看看你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学校的要求 所以呢 尽管是Test Optional 我们觉得如果是学生有条件 或者是在有时间准备的情况下的 还是要尽量的去考出一个ACT或者是ACT的分数 那当然如果你的时间实在不允许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 增加其他方面的权重 比方说GPA啊活动啊 还有Intern啊 Volunteer等等的方面 欢迎关注我们 韩老师将继续为大家解密美国大学申请 我们下期见